苹果今天发布新闻稿宣布 扩大维修选项支援使用二手原厂零件 苹果将在今年秋天开始推出新的零件校准流程 举用锁定功能以限制遗失或被盗设备的零件使用 保证用户隐私安全 苹果扩大维修选项 苹果今日宣布即将增强现有的维修流程 允许消费者和独立维修服务提供商 在维修过程中使用二手苹果零件 从今年秋天开始 新的流程旨在保护iPhone用户的隐私安全和安全 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延长产品寿命并减少维修对环境的影响 二手原厂苹果零件现在将享受到 与原厂校准相同的全功能和安全性 就像全新原厂苹果零件一样 加强零件真伪便时为用户提供更多选择 确认维修零件是否为真品并收集有关零件的 信息通常被称为配对 对于保护iPhone的隐私 安全和安全至关重要 苹果团队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努力工作 于是生物识别传感器用于Face ID或Touch ID等零件可以重复使用 并从今年秋天开始 对于全新或二手的真正苹果零件 校准将在安装零件后在设备上进行 此外 未来的iPhone型号将支援二手生物识别传感器 为了简化维修流程消费者和服务提供商在订购部 设计更换逻辑版的维修零件时 将不再需要提供设备序列号 扩大激活锁功能防止盗窃 苹果还将其广受欢迎的 激活锁功能扩展到iPhone零件 以阻止被盗的iPhone被拆解 以供零件使用 此功能是应用于客户和执法部门的请求 旨在通过阻止遗失或被盗的iPhone 重新启用来限制iPhone的盗窃 如果维修中的设备检测到支持的零件 适从启用 辽机活锁或仪式模式的另一台设备中获得的 则该零件的校准能力将受到限制 提高设备寿命透明维修历史记录 随着设备寿命的增加 苹果认为让设备的第二或第三个所有者 能够查阅其完整的零件和维修历史记录是很重要的 在iOS的设置中 苹果是唯一一家能够透明的显示设备 是否已经过维修并提供有关使用的 零件的信息的智能手机公司 今年秋天 苹果将扩展零件和服务历史记录 以额外显示零件是全新 还是二手真正的苹果零件 那么多人 你会设备的 但是你会设备的 你会设备的